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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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没想到相处下来你越来越任性 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们的年龄相差这么大 我跟你在一起就是想着你能听我的宠着我 可现在你也变了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确实感觉自己也年轻了 可我只想谈一个正常的恋爱 不想成为你的道具 爱我就应该包容我的一切 你自己做不到就要和我提分手 这就是你作为男人的担当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石先生 36岁来自河北事业单位 耿耿 22岁来自河北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好 这小片看完是你想分手 是吧 对 你不愿意分 对不对 话不是这么说的 那怎么说呀 就是这个分手是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吧 就是不能从她的嘴里面说出来而已 就您说就行 他说就不行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这咋认识的呀 我们俩开始在健身房认识的 他那儿正好和上一阵男友失恋了 就跟我认识了 完了他那儿正好毕业需要找实习单位 我这边有一个朋友正好开广告公司 我就给他介绍进去了 完了一点儿就认识熟悉了 您在健身房干嘛呢 健身是吧 对 两个都喜欢健身 对 然后他给您介绍的工作 一来二去就熟了 对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刚分手了不是 我前男友就是那种 怎么说就是肯定比他要高 比他要帅还要年轻的对吧 但是吧 就是因为自己在那边受了情伤 就是那个人就是完全就是 一点话不听我的 就是完全就是我追赶着人家 然后到这儿来 他就是会听我很多事情 然后感觉到很舒服 对吧 那就试试吧 然后就在一块了 这个听话是吧 对 怎么听话呀 他都要求您完成一些什么任务啊 他这从小喜欢看那个偶像剧 所以说他就一直生活到他自己的世界里边 完了他就对我提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 比如说什么要求奇怪呢 比如说我这手机听声本来是很一个正常的声音 完了调之声他自己给我特别知道的那个魔性的声音了 魔性什么样叫魔性呢 这个其实就是那种笑声 就是我专门自己给他端门录的 看见吗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你们不感觉这个就是特别的兴起 独一弯吗 再放一遍 你的小公主来电话了 这个是我自己单独为他录的 实际上就这一个 然后 是是是 我感觉 绝版 对 他应该会感到很开心很幸福 对 然后他在这跟我说了一堆他的苦恼 是 就是我理解不了 不是 你们办公室那些老同志的心脏都好吗 相当不好 这就我想说的 他们听到这段魔性的声音之后 有什么反应呢 对 我指指点点 背后议论分分 这就是 就是确实独一无二 但是在一个社交环境里面 这个显得突兀了一些 你能理解吗 就是他的苦恼 还有呢 还有就是说 把我这个手机微信头像 设置成了他的大头天 不是 我长这么好看 当微信头像不能吗 而且 而且我同学他们都可以 为什么他这就是不行 他这设置完以后 我那手机里面同学同事 好几个打电话过来了 说这微信还是不是你啊 弄得我 生活上有点紧张了 他们岁数稍微大一点人 转不过来这个弯你知道吧 懂吗 懂 我就是想跟他商量商量 我说能不能适当的 换成别的样式 他呢 说 最后也同意了 也就是说 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好 那还行 你看人家也同情达理 还有啥呀 还有就是说这个 平常我们俩去逛街的时候 时不时的要求我 给他来的公主抱 那个不是因为我穿高和鞋 脚累了吗 而且大街上 我见人家男的都可以抱 为什么你这就是不行呢 大街上大庭广众的地方 抱你感觉哑观吗 人家都抱 人家觉得不哑观难道 我这身段抱不动啊 那你健身房不就白去了吗 你飞着钱干嘛呀 我去那健身房也不是为了 专门练你这公主抱去的呀 那你飞着钱干嘛去啊 还不是留着呢 还说主持人就这么不讲理 我也没办法 还有别的呢 就是说那个平常我们俩 上街散步的时候 就说有的时候碰上雨天 这不是因为从小 喜欢看这个偶像剧吗 所以说就比较喜欢 有情调说下雨天别打伞 这总不打伞 我感觉时间长的话 身体不受影响嘛 下那雨不大 就是一点毛毛细雨啊 然后我一个小姑娘 没说生病不生病 然后你个大男的在这 跟我说什么生病啊 你这不是就追求那个浪漫吗 对啊 但是你带浪漫 你不早在面对 生活中的现实吗 但是我现实生活中 我特别苦 浪漫一会儿又感到甜 怎么了 雨天我说过了 挺有意思的啊 年轻女孩有意思吧 有意思 见识了另外一个世界 受得了吗 开始还受得了 逐渐的有点那啥 所以去健身房好好健身 别瞎聊天你知道吗 你就是为好好健身 你要不聊天 没这事了吗 你把她放过得了 老年人都说了 抱也抱不动 鱼也灵不动 你就给她放了不就得了吗 你跟她说分手 你不要她了 但她听我话呀 行 除了这个身体上 咱吃不消 还有什么吃不消的呀 还有就是说这个 开始跟她认识的时候 她就知道我比她大十来岁 所以说跟她同学面前总吹说 我是有这个自己的创意公司 完了那个有一天 她那个要求我去 她宿主楼下面接她 还要求我穿车西服 跟同事借辆车 那段时间我那几天都比较忙 哪有时间管这些细节呀 情急之下 我就扫了辆共享单车过去了 完了到她那楼下她可好 跟我又吵又闹 想让她吃饭呢 她死活不干 她一下子把我推到车下面去了 我为啥推你 你自己没点数吗 住车 她那天骑着车子 先不说脏不脏的事 自己刚下班灰头土脸 压根没有打理好自己就来了 然后我跟我同学说 我男朋友有车有房 然后你这样过来 我同学全在楼上看着呢 然后你这不啪啪给我打脸吗 她有车吗 没有啊 那她有房吗 有啊 她不就完了吗 但是她那天说好 她没车 你为什么说有车呢 我最起码我得告诉我同学 我找的比我大的 最起码有能力对吧 我怎么能找一个比我大的 还没有能力的人 我同学该怎么看待我呀 怎么看待你呀 肯定觉得你没什么能耐 但是我有 我学校是有人追的 你有啥能耐 你不是就找了这么一个 你看不上的吗 面对现实呀姑娘 我是看不上她 但是她听我话就行 行 自行车给推倒了是吧 我推她 然后我就轻轻一推她 她就倒了没站稳 她就觉得我用劲大 然后全怪在我身上 对对对 这事后来怎么着了 后来她道歉呗 你道歉 那没办法呀 你道什么歉啊 我错了呗 让她生气了 我的天哪 你干嘛呀你 那既然跟这小女生出对象 那就多让着点呗 行 后来呢 后来这个还有一回 那个还是她请朋友吃饭 提前完了培训我 让我被那个喝红酒 和被如何打那个高尔夫球 这些我也完成了 完了最后 从KTV唱歌出来以后 一下子就花了好几千 我到现在还一直别扭呢 你一直记得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 一次花了 连你三分之一都没有 你每个月给你前妻打一点钱 我说什么了吗 那我跟我前妻这不是说 离婚以后从道义上讲还是朋友吗 所以说我适当棒棒 我这边也放心呢 但你一年多了 你每年都在打 你俩挖根都已经离了婚了 法律上也没有关系了 房产什么都已经分清楚了 你干嘛还要给她打钱 她一辈子要没有本事的话 你养她一辈子呀 那谁也不能说 谁就一辈子都不好啊 有好的时候啊 那我要跟我前男友打钱 你同意吗 我更不乐意 那你能给你前妻 我就不能给我前男友 为什么 不为什么呀 你挣钱吗 我最起码我有点生活费的呀 不是 谁给你的钱啊 父母啊 对呀 在家我也会打点人工费啊 你拿你父母的钱给一陌生男人 你觉得可以吗 那他也是陌生人了 那是他的生活 你现在是他什么人啊 女朋友 不就跟女朋友吗 法律上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 就干预人家的生活 真听不下去了你知道吗 差不多就得了 这个请他同学吃饭 需要花那么多钱啊 那没办法呀 为什么要背高尔夫呢 你带他们去打高尔夫了 没有 那背个高尔夫球杆 有什么用啊 这不他要求的吗 啥事都得挺他的呀 他背的就是一些 鸡毛酸皮的东西啊 就入门的知识 然后最起码你要告他们 你会就行了 你也是糊涂啊 还有啥事你受不了 还有在生活中他还比较粘人 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 他这总要求手机视频 一般这个手机视频的时候 都一至两个小时 其实这我感觉也很正常 但是说他这个方法 我感觉挺奇特的 他那边手机完了正着扣着 我这边手机正常开着 他想看我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看我 完了想看他呢 还得提前跟他说 我在女生宿舍呢 我怎么能一直摄像头对着我 我室友怎么办 人家有点隐私 我得挡着呀 再起码你想看我 你告诉我一声不就行了嘛 又没说不让你看 这个说的有点道理啊 还有更过分的呢 这回他那个放假回家以后 感觉着跟我手机视频不方便了 就要求那个 在我家里边安个摄像头 说看着我有安全感 我感觉他可能一时兴起吧 我就安就安吧 这回安完以后 他就正好放假结束了 就回学校了 完了还跟我说 女生宿舍不方便安 女生宿舍本来就不方便 开视频就那么多事 我按个摄像头 我室友不得以为我神经病啊 那你这感觉说 你看我的时候跟我说 但是说你的摄像头不开 我也感觉24小时监控我 你感觉我舒服吗 但是我并没有24小时看你 你以为我想看你啊 还不因为你没有给我安全感 你给你前妻打钱是为了事 再加上后来你天天忙工作 忙工作你压根不理我 我就想看看你在干嘛 那你感觉这么 不像个病态的监控吗 我没觉得 正常情侣之间 应该有个人隐私啊 我这基本上都 我给你隐私了 我并没有24小时都在看你啊 而且我看你这 我告诉你你没看到 这个不怪我了 你看到些什么呀姑娘 就是她在桌子上加班什么的 然后也没什么 对呀 那你怎么会说 她没给你安全感 你指的没有安全感 指的是什么呀 首先她跟她前妻是不是 这事我们知道了 然后再加上她 每天晚上加班 加班每天晚上聊天 是同一个女同事 我就跟她说 你别跟人家聊天了 她说不行 我说那行吧 你加班那也行 你跟个男同事 还回答我不行 我能不生气吗 就你在监控里发现了 她跟一个女同事聊天是吧 并不是从监控里边 就是平常有时候 她陪我的时候也是这样 哦 主持人不是她说那回事啊 开始我就跟她说 我这个工作的性质要求 有的时候不定是会加班 她也同意 这回那个跟女同事 说工作的事完了 她不愿意了 有一天完了 她来单位接我 看见我跟女同事正那个 说工作事呢 就劈头盖脸 对那女同事冷唱热讽 完了逼着她 当面承认跟我 没关系 我压根没觉得 你俩会有暧昧关系 毕竟你长这样 人家看不上你好吗 完了在我单位 还大吵大闹 后来我们单位领导 出来打圆场 本身也是好意 完了她这就 又数了起领导 说领导效率低 经常加班 没啥意义 你们领导了 真有能力的话 干嘛每天让你们这些人 全在加班 而且你干的 就全是无用功 你要真有功的话 你工资早 擦擦往上涨了 也没涨啊 我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不就这样吗 你也接受了 怎么出了一年左右 你就变成这样了 咱俩谁变 实习里有点数行吗 行我们变了 我们分手行吗 行不行啊 行是行 行了 她说行了 但是吧 但是什么 不能从她嘴里边说出来 对 她长这样三十多岁离过婚 我还年轻 她有什么资格来说 压根就没有资格 说分也行 就得我提 她提就是不行 我就一个建议 你要这么下去的话 姑娘麻烦了 咱稍微注意一下啊 表达方式行吗 行 你是不想跟她分手的 觉得还挺好的 是不是 不是 那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分手就得我提 她提就是不行 对 那你今天是来提分手的 还是不说要分手啊 这个看她的意思了 看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看她接下来 会不会接着听话 她要听话你就 继续呗 不听话呢 那就她走呗 我也走呗 其实你好像有点舍不得她 是吧 还好吧 不想放过她吧 就那样 听明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小梗 跟我们这儿拍偶像剧呢吧 没有 老师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 参演了一部恐怖片 有啊 这边 特别想拍一部霸道总裁遇上我 我要收获我的同学们 一众的羡慕嫉妒 恨 你所有的社交空间 从微信 头像 到电话 采铃都得是我 是我 还是我 对 但你考虑过吗 她今年多大岁数了 三十六 二十六的都干不出来 你说的那些事儿 像你刚才说那些 得找个十六的 我就纳了闷了 她作 我说她小 她不懂事儿 您也不懂事儿啊 三十六岁 电话铃一响 哈哈哈哈 你的小公主给你打电话 哎 你这半夜听了 以后不毛骨悚然吗 吓人吗 所以说 现在我这手机 调声静音了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你允许的 你允许她 把手机铃声 射成她的声音 你允许她 把你的微信头像换掉 你允许在雨里 不打雨伞 允许她在你的房间 装的圣像头 如果哪一条 是你不允许的 是她自己能独立完成的吗 你俩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这位 虚容娇宠 男朋友没有这样的条件 咱就不说行不行 我跟你说 我就不喜欢你 前面你作她 反正你们情侣之间的事情 我也说不出来什么 但是最后 你跑到人家单位 指着人家女同事说 来 你承认 你跟她没关系 她的领导 起码四十左右 岁的年纪了吧 对不对 对 你叔叔的年纪 你跟人家说 你就是没能力 所以你们单位的人 都加班 跟长辈怎么说话 我希望你知道 你今天就是来 学习成长的 希望你能够真正地 用你的青春 去谈属于你的爱情 真正地对待这个世界 和生活 男生 漂亮啊 觉得年轻嘛 可爱 当你享受过这一切以后 麻烦是不是就来了 你现在想解决这个麻烦了 对吗 对 解决不掉 三十六了 成熟一点吧 本本分分地找一个 适合自己生活的女人 好好地结婚 过日子 就这样 谢谢 那我问一下这个 这位先生啊 年轻 单纯 我相信肯定 在你离婚之后 没有想着说 我一定要找一个 这样标准的女朋友 对吧 对 正好是一个机缘巧合 碰到 那我反过来问一下 你理想当中的 男朋友标准是什么 我相信应该不是这样的 肯定不是这样的 对吧 最起码要 一米七五以上的 年龄 稍微比我大一点就好 嗯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包括 你跟他认识 也是因为你在 上一次情场失忆 所以那个时候呢 在疗伤期 在那段时间里面 他给了你点温暖 于是 你觉得好像 找到了一份爱情 但是你发现 他即使有的时候 听你的话 但是他的很多标准 并不符合你真正的 要求 于是 你又享受着 大书籍给你的温暖 但同时 内心还存着一种 对理想男友的不满 于是呢 就出现了各种奇葩的要求 那我个人观点是这样的 恋爱嘛 你年轻 认点性 可以理解 但是虚荣 不可以接受 虚荣啊 会让你活得很累 我相信可能 你跟他在一起 有那么一点点的小虚荣 最后让你 误入了这一次情场 有没有 有 所以说今天这种情况 他难受 你也难受 你心里要知道 你的标准是什么样的男友 那么你就找那样的男友就好了 如果他不合适 是他说分手 还你说分手 其实大家没人去在意这件事情 合适 出不下去 不合适 就分手 任性的这样纠缠下去 其实啊 你觉得伤害谁最多啊 还是你最多 你大好的青春 耽误不起 所以呢 任性完以后 稍微冷静下来 寻找自己的真正的性子 男方也一样 差不多就行了 你得有底线 没有底线你是出不来的 你也害人家 对不对 好吧 就这样 女生 你的爸爸有像刚才余老师那样 跟你谈过话吗 有 语重心长 非常耐心 对 你爸真有含养 如果我是你的父母 确实我比你大很多啊 我是你的长辈的话 我今天真气不打一处来 我这女儿大好的青春 满场胡言乱语什么呢 你告诉我 你的自信 你的开心 就要建立在别人羡慕的时候 哎呀 你看她这男朋友虽然大那么多 可宠她了 她想怎么做怎么做 这样你就开心了吗 这样你就能弥补之前一段感情 给你带来的所谓的伤害吗 这样你就能自信起来吗 我说的重是因为我觉得你 真的年轻 需要去进步 需要去找真的快乐 你现在这样去做 只能让自己更自卑 更痛苦 一个真正自信的人 不需要用麦在条件来包装自己 当你不尊重的说你男朋友的时候 当你亲见她的时候 都是在贬低自己 不要这样伤害自己 我觉得你还知道流眼泪还好 而且我相信每个人内心都有多面的 让我们内心那个美丽的我 呈现出来 能听明白吗 你别这么看着我 你更让人生气 你看你站在那歪歪扭扭的 你去健身房 你像个健身的吗 你的问题大过她的多 你为什么跟她在一起啊 不就是人家年轻吗 不是人家亲见你 你就亲见自己 让你做牛你就做牛 让你做麻你就做麻 你作为男人的底线在哪里啊 如果说她对自己不负责任 你对她对自己都不负责任 你毕竟比人大 你不知道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做女朋友做妻子吗 是她吗 所以想要拥有幸福的生活 快乐的生活 要选对的人 要做对的事 你事做错了 能有对的生活吗 所以你也跟人家抱声歉 咱也不适合 咱都得醒醒 是吧 祝福你更好 这还算个爷们儿 我也不说什么了 希望你如果还想走上生活的正规 还能有婚姻家庭生活 擦亮心灵做男人 好吗 谢谢 你看人就是这样 当你嚣张跋扈的时候 大家都很讨厌你 但是你一哭 我们立马同情心又起来了 因为毕竟年纪只有这么大 所以做什么事 说什么话 有的时候真得想清楚 有些事做了就厚不了会 有些话说出了就收不回来 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 你应该很清楚 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自尊自爱 你如果要是真的爱 我们这些话应该你来说 你明明知道他有些事情是匪夷所思 完全不符合一个成年人的行为规范 你为什么不说 还有一些问题 什么他跑到你单位上去 这些事情都都是你弄出来的 你都可以制止的 你没有制止 你揣着明白装骨头啊 你揣着明白装骨头啊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有没有真爱 但凡是相处一场 到头来觉得其实不是爱 只是个误会 那最起码对对方 还得有一点帮助 有点尊重 而不是往死里找 你如今明白了吗 你明白了一个女人的善良 是能够赢得大家尊重的吧 一个女人的狂妄 会引起大家反感的吧 我再问你一遍 她可以说分手吗 她可以说分手吗 可以 她说分手不是要甩了你 任何一个人说分手都是指不合适 你能不能不要老把说分手 当成是一种自己被抛弃 如果你那么害怕 别人说分手是抛弃你 那说明是你自己 已经抛弃了你自己 诚如你现在改变的这样 能够悔改 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你还是依然能获得大家的尊重 好吗 两个人都别出来了 就练 这里面其实最气愤的就是在一个底线上 你那几个观点确实让人接受不了 虚荣啊 任性 你还真是挺可恨的 你别配合呀 你为什么不说不呢 你怕什么呢 还是感觉这小女生认识的时候 还比较当时喜欢 所以两个糊涂人吧 你说这状态叛逆呢 还没走完叛逆期呢 还在那儿跟人梗呢 心里也喜欢过她吗 刚开始是有的 现在还喜欢吗 现在 不知道 生活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对吧 回来吧 开开心心地把这段感情断了 因为确实不合适 首先是断了 其次自己好好聊聊商过去的情感和这段的情感 找个好工作 重新开始吧 错了改了就好了 你也是一样吧 你无条件无底线嘛 然后把人姑娘嗨得差不多了 说拜拜嘛 所以她为什么生气地说 只有我有资格说 而不是你 道个歉吧 坦诚地说吧 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 其实在短短真实过程中 开始我感觉你挺招人喜欢的 但是随着交往的越来越多 我感觉性格差的不是太合拍 如果说那个你感觉不合适的话 我希望你找一个比我好的 我真诚地祝福你 我想在那个 小色的秋天 你的爱随风飘越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下载抖音APP 拍摄分享你的情感故事 带话题 我要保卫爱 并at爱情保卫站 抖音官方账号 就有机会获取老师们的 专属爱情解答 来我们来看这些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一个闹剧的开场 清洗剧的过程 最后一个证据的收尾 生活其实就是这样 大家在生活当中学习吧 了解下一阵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 为什么你还是这么自我 什么事都只想着自己 在你的眼里 一切都不如你自己的事重要 你总说我自私 我觉得真的是你小题大做 总是一点小事 就要吵个天翻地覆 你眼中的小事 对我来说很重要 那是你心里有我在乎我的证明 如果小事都做不好 又和谈以后 难道这段感情中 只有你在付出吗 为什么我能包容你 你却总在责怪我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李24岁 来自河北互联网运营 女嘉宾小西24岁 来自河北城剧园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哪位 大学同学是吧 对 现在两年了是吧 对 现在怎么个情况来这儿 就她为人比较自私 然后就一点都不考虑我 但因为她是我初恋 我就很纠结 不知道怎么办 那就说说吧 有一次她同事想找她开车 她不想接给人家 她就说我给开走了 后来那同事就打电话到我这儿 说急事看那车能不能开 我不知道这事 这事就露馅了 她就把责任就推我身上 她说是我不同意 就她也没办法 这个事你应该帮我圆一下 因为我跟那个朋友认识 然后她不是特别熟悉 然后你得罪一下她 我感觉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这是女生觉得就从这点 我就看不惯她拿我当枪使 处理方式不一样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她同事结婚 她人不去 她连份子都没有随 我就觉得一个公司 你至少面上得过得去吧 我跟那个同事 就是我俩上不来 然后我不想给她随份子 然后我也不打算就是我 比如说我结婚什么的 然后让她给我随份子 就是我不想 就是跟她有过多的交集 或者交往 这不是人家有想法吗 她对你好吗 其实那个不重要 她怎么对其他的同事 她对我也很自私 她对你怎么样 她吃饭根本就不考虑 我竟点自个儿来吃的 对啊 我问你吃什么 然后你说 那你顺口就能帮我点一下的 你说随便 那我就点吧 然后你想吃什么 那你就自己点吧 然后我点两个 你点两个 那咱就凑一桌菜 就吃就得了 那你就不能顺便问问我 那我问你 还有看电影 看电影 她喜欢看《战争》了 我喜欢看《科幻》了 她就觉得 那就分开看 就是她看她的 你看你的 对 她看她的 我看我的 咱俩干什么去了 看电影啊 看电影啊 那我想和你一起看啊 你就不能迁就我一下啊 那你就跟我一起看吧 那为什么不是你跟我一起看啊 就得让我去迁就你啊 不是 你要是想看电影 那咱就看电影 你要想跟我在一起待着 那咱可以 可以干点别的事啊 还有啊 还有啊 还有一次啊 她 这什么理论挺逗的 她那个下雨打伞啊 她都不帮我打 人家别的男生 那伞都在女生那儿 她就在她那儿 我这边都淋湿了 不是 我也没有在我这儿 就我俩中间走 然后我就把伞放在中间 然后她可能那一边淋湿了 但是我也淋湿了啊 她说啥 她说我穿的皮鞋 你穿的凉鞋 你汤水没事 你穿的什么 凉鞋 凉鞋是吧 对 说你汤水没事 那个我那鞋一汤就坏了 然后她就打着伞跑了 就把我扔鱼里边了 后来我上签问她 我说为什么把我扔鱼里边 她说夫妻本是同龄鸟 淡淡淡里头鸽子飞 因为那个事吧 就是她说的就是 这像一句玩笑话 我觉得 那当时我多惊慌 她说的皮鞋和凉鞋那个事吗 就是因为我穿皮鞋 然后她穿凉鞋 如果她穿的那个鞋 也是不容易着水的 就我也会让她这样嘛 这就是为了一个咱们的东西 就是好嘛 可是你都没有考虑过我汤水 我又淋雨 我又汤水 我不会生病 然后咱们俩一起 就是有说有笑的 我就看快到了 然后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我就跑上去了 我也不知道你生气了 那你多让我心啊 你就明显那句话是 就是玩笑的嘛 跟你开一个玩笑嘛 还有平时出去玩 然后去便店买水 根本就想不到说 旁边还有一个人 说我也帮她买一瓶 你说你渴了 那你就告诉我吧 那我就给你买一瓶吧 那你双口问我一句子嘛 明明去一趟就是 那行 下午我问你一下行吗 然后有一次去杭州 然后我俩出去玩去杭州 就临时我奶奶又生病了 然后我说我就不想去了嘛 她就非要去 然后她就跟我闹气 她一晚上跟我闹了三四气 因为当时就是这个事吧 就是属于一个毕业旅行吧 相当于 然后基本上什么都准备好了 但是她奶奶临时有事嘛 然后我当时肯定是有点不开心 然后后来我就问她 我说其实挺想去的 然后这么个意思 然后我说我就问她 我说能不能去 那是因为你生气了 你老逼我 逼我 我不想让你开心 然后最后她答应我了 然后结果你玩了 那是因为你逼我了呀 然后你玩了也挺开心的 你跟我闹气闹多大 这两个年轻人恋爱谈的 还有别的吗 让她觉得就是觉得她很自私 我第一次带她回家 我爸临时有事没来 我知道她想见我爸 我就跟我妈沟通嘛 我妈就跟我说 你爸临时有事真是赶不过来 然后我就把这个事跟她说了 她两分钟之后 她妈给她打了个电话 她就走了 不是 这个事首先就是 她之前也去我家了 我妈招待她 招待得挺好的 然后就是我家什么情况 然后都跟她说了 她都清楚了 那我妈招待你招待得挺好的 我俩打算动结 然后去她家嘛 然后就提前两个星期 然后就跟她定好了 就说去她家 结果到了之后 就是也没有去 我是提前跟你说好了的吧 也没有去到她家 然后也没有见到她爸 当时我就是有点不开心嘛 而且她就是家里边人 还总是在一起说一些悄悄话 就是我挺不得劲的 根本就不是 她 我提前跟她说了 我说不能回 然后第二天 我说只能住小姨家 她同意了 然后她去了之后 对呀 住小姨家 你没有说不去你家呀 她去了之后 她去了之后 我妈说 因为觉得我爸没来 我妈就把我姥姥姥都弄过来了 就为了跟她吃顿饭 我妈那天本来就应该上班 我妈还为了见我俩 专门请她假 第二天还陪了我们一天 我知道她想见我爸 我就去跟我妈沟通呗 我知道她默不开脸 我就去跟我妈沟通 然后我妈就说 你自己给你爸打电话吧 我给我爸打个电话 我爸说 没时间 真来不了 然后 我就跟她说了 她妈给她打了个电话说 二奶奶住院了 她就走了 走了之后 她还回去跟我吵架 她说 我觉得你家里人都不尊重我 主要是这个事我就是不开心嘛 然后这时候我妈就给我来电话 她说我儿奶奶就是生病了 然后因为我儿奶奶就是从 那你去了顶什么用 从我五年级 你家里人都在 你去了管什么用啊 从我五年级开始 我就一直跟着吃饭 然后一直去不到大学嘛 然后我就走了嘛 她就不相信 她主要是那个点卡的特别好 我刚跟她说完 我爸来不了 她妈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 她和她妈串通起来骗我 这不是重点啊 这重点是你们都太在意自己的感受 没有考虑别人的任何感受嘛 我听了嘛 你去他们家等于 没让你住他们家 让你住她小姨家对吗 对 就是也没有去到她家 也没有见到她爸 不是跟她母亲吃饭了吗 跟她姥姥姥爷吃饭了吗 对 不就可以了吗 她回去就要跟我吵架 亮了我一招 所以 所以我就说年轻人不要那么自私 这事里面全都是透露着自私的因素 就是除了我还真是没别人了 对不对 就是我感觉我俩存在的问题就是信任问题 当时我跟她在一起嘛 就是 就是朋友嘛一开始聊天 然后她说她家里边条件挺好的 就是 为什么就是说去她家这个事 然后我就是反应特别大 因为后来从她家回来之后 然后她就告诉我 她之前说的什么条件啊 那个事都是假的 去她家我就是想看看就是家里到底什么情况 然后她给我的感觉 她就是试探我了是吧 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总是藏着掖着那么个感觉 啥意思 家里怎么了她说的是什么 然后你看的是什么 就是她当时在一起的时候说的 然后她家里边就是有别墅 然后有保姆 但是 那我爸公司破产了 但是 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 我就想 你家里边什么情况 那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嘛 就是我也不是嫌弃你什么的 但是你总是藏着掖着的 我就感觉 有点害怕 然后所以说现在我俩就信任我 我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什么想法呀 就是有点不敢相信她 我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什么想法 你什么想法 我不想结婚 我不想和你在一起 为什么 但是就算是朋友 你也不应该 我不敢相信婚姻 为什么 就是 剧她 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看到了什么 还是听到了什么 还是经历了什么 总是有原因 我经历的 我家庭 就是也是特殊情况吧 反正就是现在 我就是也有点 不是特别敢信任她 就是还有一次就是 她在就是朋友圈里边 出售一个二手的那个吹风机 那个吹风机还挺贵的 两千多 然后我就说 你这个哪来的 这个吹风机啊 然后她说是就是公司 抽奖抽的 然后过了几天 我就发现 有她闺蜜给她来消息 然后说 我那吹风机卖的怎么样了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惊讶 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然后她说 那吹风机不是她的 是她闺蜜公司 抽奖抽的 然后送给她的 她打算卖了 然后钱就是她俩分一下 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 我就感觉这个事 特别离谱 她说谎吧 我就是更不敢信她了 其次 我感觉别人送的那东西 要是卖了 然后再评分一下 是不是有点 基本上没有讲过这种事 听明白了 她这么一解释我明白了 而且有一次 她跟异性在一起 我也是比较抵触这个事 别跟我提异性了 你和你那个异性呢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个异性来找她玩 就是五一的时候 我同意她跟她的异性去玩嘛 就是好朋友发想 然后但是最后 因为学校有闭宿 到十一点之后 没有回去宿舍 但是总是得找地方住嘛 她又跟那个男生 住了一间房子 我感觉她这个事 那这件事之后 我改了吗 但是这个事 我只是对信任的人 没有男女之分 我这个事之后改了吗 但这个事也挺大的吧 我改了吗 改了 你说这个事什么意思 我想说她这个事 对这个事就是 处理方式有一些问题 那我最后改了呀 那你呢 我每次说每次说 我建议你和那个女生的关系 你改了吗 我总没有改了 你改哪了 我已经很改了 你当着我的面 看那个女的亲爱的 我都说了 那是口误啊 那你跟我解释 你还给那个女的夹菜 就最近一次回学校 她说好 帮我去搬行李 然后她在那个管角上 碰见那个女的那么多人 她就看见那个女的 然后跟我走了不到十米 她说 你自己上去搬行李吧 我和她们去聊一会儿天 这是 我多难过呀 首先她说的夹菜呢 是因为我当时去北京之前 因为要走了嘛 然后就跟人吃了一顿饭 就是吃的烤肉 那个肉呢 就是你不能老在锅里边烤吧 而且我就把它夹出来了 而且夹出来 我也没有夹到她的盘子里边 我是夹到她旁边的盘子里边 而且我夹的时候 你都没有给我夹个菜 你为什么要给她夹菜 而且还有就是 给她回宿舍搬东西 因为女生宿舍 男生不让进嘛 然后我说 你得把东西收拾好了搬下来 然后我再帮你搬走 然后她说行 我说你收拾东西多长时间 她说十分钟 我说行 然后就是路上呢 就是遇见 就是两个女生 一个男生 我说你在楼上收拾东西 我在下边也是干等着 我说我跟他们 就是聊会儿天嘛 然后她就生气了 因为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在乎 你在乎的是那个女生 我已经不需要你了 我什么不在乎她了 我可以自个儿来 我现在都不跟她联系了 然后她就是 还是因为这件事 因为我跟你在一起 我保持异性距离 是因为我刚跟你在一起 一个月 我知道我这事办错了 办得不好 然后我跟所有异性 都保持了关系 我跟你说了 我介意你和这个异性的关系 但是你没有改 你总说你改 你改 你每次让我看见的 都是你没改 不是 现在都不联系了 那是因为毕业了 对啊 说明她还没有很重要呀 就不重要 那如果现在还在学校 你是不是还要跟她联系 那我没有啊 你让我怎么相信 你现在说的话 你不是对我没有信任吗 我对你也没有信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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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很多情绪的话啊 女生好像今天给我 能感受到的就是 男生你不重视我 你不在意我 你的心里只有你 是不是这意思 对 男生的解读也非常简单 我听到了 你没有给我足够的信任 我不知道该怎么相信你 对这件事情 能不能再往前走 我是迷惘的 对对对 所以现在就难了 我们有感情在这儿 但是我们彼此之间 也有一些 看起来好像跃不过去的障碍 所以该怎么办 是这意思吧 对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吃亏绝不亏 西福才有福 我觉得挺受不了你们年轻人 觉得生活应该各扫门前雪的这样的状态 无论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 男生 男生 你只在乎你自己的感受 情侣之间 吃饭 看电影 喝水 打伞 这些小事都能成为女朋友抱怨你的原因 是我闻所未闻的 因为在谈恋爱当中 男生更多的在生活细节上 对女生有一些照顾 是应该的 女生对男生有更多的体贴 是应该的 可是我没听说过 哪个男生说 来 你就在水坑里走啊 你那鞋是凉鞋 我这个怕淋啊 我希望你调整你自己的思想状态 而作为女生来说 同样 她是自私的 对吗 你也是 你包装了自己的家室吗 包装了 别墅是现在家里在住的房子吗 没有 其实我们住在哪都一样 我们住在平房里 只要我们的气节是高尚的 我们的修养是有内涵的 我们一样可以做自己的贵族精神 所以不要在乎那些外在的包装 不要跟你的男朋友 隐藏自己的家室 因为他将来 会是那个家庭当中的一员 所以第一 坦诚 第二 我非常不喜欢 你们之间对待 长辈生病这件事情的处理态度 两个人同时跟我说了一句话 奶奶有病了 你回去又帮不上忙 是 老人生病 我们是帮不上忙 因为我们不是大夫 但是你见过哪家的老人生病了 周围没有子孙的陪伴 我没办法帮他输液 我没办法帮他看病 但是我是他精神的支柱 所以我们要再 所以再也不要让我听到类似的话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给到你们两个的建议 男生感知周围人的情绪 是你需要去学习的 女生坦诚地做自己 好 至于你们两个人能不能走下去 我觉得还可以再看看 只要彼此都可以盖 好吗 好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周围老师 谢谢周围老师 在节目之前呢 这里也有一个 你们大概故事该要的这个小台本 然后我开了台本以后呢 我就觉得 哎呀 这个男的这么自私 真的无可救药了 但是在台上 两个人交流当中 我发现 我们这个男生 他的确有自私的友 但是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这说明什么呢 人在有情绪的状态下呀 他就容易把这个事情给 放大化 扩大化 刚才你也说了 在你历界里面 对于婚姻有些恐惧 所以你用了一些掩饰和夸大 但是也不小心 给自己设了一个坑 导致你们之间产生很多的误会 对吧 而且呢 这个男朋友呢 有些不解风情 还特别较真 你们之间 没有一个真正的恋爱的感觉 表面上看你们在谈恋爱 但是你们心里之间那种契合感 非常的低 然后你说了一句话 一开始就说 我舍不得 只是因为我的初恋 如果这句话是真实的话 那么 你只是舍不得初恋了 这样一个特点 我舍不得的是他 对 那你要分清楚 我是舍不得初恋 还是你说的 我舍不得他 所以带着情绪去做一个判断 或者带着情绪去说事 对我们之间的感觉 没有任何的好处 刚才至少我觉得 在你对他提出质疑的层面上 男朋友提出来几个理由 至少我觉得我能够接受 对吧 我也问你是什么了 只是你觉得我问的少 应该问个三遍五遍 你才觉得我关心你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你在夸大事实 那么现在两个人都静下心来 想一想 到底是对方那个人舍不得 还是只是觉得我们在情绪状态下 夸大了这种现状 冷静之后 三思在所决定 刚才女生在场上 讲述自己内心觉得不公的时候 那种痛苦的状态 深深地影响到了我 我深深地被你拽到了那种痛苦当中 我都跟着痛苦了 你知道吗 但是 我们客观地讲 这事情有那么痛苦吗 她就是因为奶奶生病了 要早点回家 我不知道你内心 对婚姻对情感有怎样的煎熬 但是真的 想要走出痛苦 只能通过自己 改变对生活的看法 来改变痛苦的现状 而且你看你的那种痛苦 能够吸引来什么 你把所有的情绪和痛苦 扩大化能够吸引到的 真的就是你男朋友这个样子 他非常自我 他的情感圈子是封闭的 只有这种人 才能和你在一起 如果他是一个像我一样 你才说了两句 痛苦的不得了 我在旁边 我也被你拖进这种痛苦黑暗中 别人受不了的 只有他这种封闭自己的感受 只对内不对外 只在乎自己不在乎别人 才有可能在你身边 你能听明白我说的逻辑吗 你想要一个爱你的人 和你感同身受 分享情感的人 你必须自救 自己先快乐起来 先不要痛苦 才能找到一个愿意和你分享快乐的人 所以如果你不调整 你这段感情就算将来失败了 下一段开始依然是痛苦的 希望你能够早点找到 让自己解脱的方法 好不好 不要让自己那么夸大痛苦 那么难过 生活那么多美好呢 对吗 男生确实是太自我了 确实是只在乎自己的感受 不在乎别人 那要不就别谈恋爱 你自己一个人去在意自己好了 这个下雨不要把鞋淋湿 对吧 但如果真的去恋爱了 那我觉得去关怀别人 设真触地地为对方着想 这是一个基本的恋爱要求 所以你可以不谈恋爱自我 但要谈恋爱 请敞开心扉 否则呢 自己也难受 对方也更痛苦 所以 希望你们更多地去感受对方 调整自己 慢慢走出这种不健康的状态 也许有一天 姑娘会微笑地面对爱情 男生会敞开心扉 去爱一个人 去感受他的感受 好吧 祝你们将来能够幸福 谢谢 谢谢 你俩每天都会不健康的 你俩的爱情承证 你俩被人的感受 你俩跟他一样的感受 但其实一直以来你都处于强势的位置 非常愤怒 而男生却相对于平静 说实在的我一点都不看好你 因为我觉得一个自私的人 无法给一个自卑的人带来某些安全感 并且引导他走向强大 而你也同样的 无法去引导那些自私的人 你们彼此之间给不了对方 性格当中缺陷的弥补 所以其实我建议的是 你们各自地认知自己 把自己性格当中缺陷的那一面 认知到然后丰满起来 你们俩之间不适合谈恋 对着我的意见 好 谢谢陀老师 有的时候承认现实挺重要的 对年轻人来说 接下来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60秒 我就是想让你以后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需要改的地方 然后我自私呢 我也再慢慢改 我也会改正 我喜欢你 特别特别喜欢 我不想和你分开 可是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 可以有事考虑到我 让我看到你的在乎我 我只有这么一个要求 请亮灯吧 人生最小的要求实际是最难实现的 我要求你在乎我 如果我想在乎你早在乎了 好了 谢谢两位的分享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在接下来的环节中 我们将解答一下 抖音APP上的朋友们分享的情感故事和问题 接下来进入抖音爱情小课堂 走了 宝宝 下单去哪儿 你说 去哪儿 你还好意思问我 回家 现在立刻马上 有病啊 你吃炸药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看看你拍的这周星什么呀 这个女生是我吗 我是小矮人吗 这 这倒是些什么表情啊 我的眼睛睁开了吗 你怎么能对我刚好拍到我翻白眼的样子呢 这都是谁啊 别的男人都不会拍照 我都都都好的了 你要不找个摄影师当男朋友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拍照成了女性朋友最喜欢做的一件事 所以考核一个男朋友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指标 就是拍照拍得好不好 很多男士呢为这个东西发愁 其实我有一个建议啊 像这种硬性技巧是一定要学习的 学习使人快乐 爱情也使人快乐 为爱学习使人双倍的快乐 学习吧 兄弟们 爱情保卫战和我都在抖音开通的账号 大家赶紧下载抖音短视频APP关注我们 还有很多爱情告白精彩视频可以观看 下面当然是要看这对情侣自己选择的时候了 好好磨合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谢谢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一辈师提供的深海纯净宝石团 和二十四小时保持时时脱水嫩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老师们说的自私 然后我也会改正 然后你说的关系呢 我也会考虑你的感受 要哭了 谢谢 谢谢你们 请回吧 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精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精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一辈师爱情保鲜器 有网友提问说 结婚快十年了 有三个孩子 但是他的脾气越变越坏 只要一句话不对 就对我开口大骂 去年在他要求下 我们离婚了 但是为了孩子呢 离婚没有离家 后来买了房子 最近呢他却老赶我走 我不明白我到底做错 其实要说做错啊 错就错在你放弃了自尊 婚姻中无论双方在经济条件 还是外在条件上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彼此都应该是相互尊重的 什么时候你把天平摆平了 你也就不难受了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一辈师管名播出的 一辈师纯积水纯净 保湿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辈师的官方微信 或到一辈师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本节目有抖音短视频APP战略合作播出 上抖音看视频 保卫爱情有秘籍 去抖音拍摄分享你的爱情故事 带话题我要保卫爱 并爱他爱情保卫站抖音官方账号 你的视频就有机会出现在节目中 由老师们点评指导 下载抖音APP去分享你的爱吧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